我们说他们的情报也多嘛 知道我们的新中国联邦人要站出来 因为他们已经在给我们很多的新中国联邦人 发传票了 传票的过程就是说 他们已经在出击了 我们好多战友说已经拿到了 七哥还在说飞飞也是你也会拿到的 只是还没发到你手上而已 先农场主先重要的人 他们都已经拿到过了 好像说是仓道哥拿到过了 阿炳以前拿到过了 包括这次又拿到了 美国小李肯定都拿到过了 还有就是连老班长在那边也都拿到过了 是吧 接下来就是像那种他们认为 就是说非常重要的 在爆料革命里面还觉得蛮重要的 对吧 有影响力的人 包括飞飞啊之类的 三剑客之类的可能都有可能 所以在这过程中 我们是一群善良的人 我们是一群正义的人 我们是我们是一群吹哨人 对吧 勇敢的人 然后我们还要受到法律的不公待遇 天理何在 对吧 以前都是发生在七哥身上 七哥身上 大家现在的话 是不是感同身受了 都来了 都来了 对吧 当最初我们作为旁观者的时候 七哥说 中国人活得足够也不如 我虽然听了心里 还是有一点点 也有点不舒服 知道吧 当我家人来的时候 没有我这个情感的时候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脸色是拧巴的 听了以后就觉得 赶紧就像走人 就觉得 这个在胡说八道 然后呢 当我听到还有 当然后来我慢慢就好一点 因为我会看到 各种各样的悲惨的境界 是觉得足够也不如 可能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这个状态 但是看看很多的 就是说那个大地上的人 真的猪狗也不如 对啊 真的跟这边的猪和狗比起来 跟这边的狗是绝对不能比的 对吧 绝对是不能比的 然后就是七哥说 你们的钱都不是你们的钱 你们看好了 当时我也有点 也觉得说我到西方来了 还有我的钱不是我的钱 当年 后来就发现了 当你的钱想要出去 做一个正常投资的时候 你的钱就不是你的钱的状态了 知道吧 就是银行就不给你汇了 然后退款了 甚至就说 以不息好多国家就这样 现在知道原因了 七哥在讲嘛 说今天的就说 讲了 大家听到了吗 大家G20对吧 G20又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 又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